歷史世界貧道 巴西帝國 是1822年到1889年間 領土包含 現代南美洲巴西所建立的一個代以民主制 議會制的君主立憲國家 由葡萄牙親王佩德羅一世 和他的兒子佩德羅二世所統治住 在佩德羅二世統治下 巴西帝國和倫國的三場戰都打贏仗 1889年 佩德羅二世被廢出 帝國由德奧多羅達風塞卡建立的第一共和國取代 巴西帝國宣告正式滅亡 和其他有接釀 講西班牙話的美洲中那些共和國 巴西帝國政局比較穩定 經濟增長動力強勁 依法保護公民言論自由的權利 並尊重所統治子民的公民權力 但依然有瑕疵 好像女性和奴隸的權利受到限制 還有將奴隸 仍有將奴隸視作財產而非公民 到1880年代 巴西帝國的奴隸制被廢除 1815年 葡萄牙王柱若昂職之後的若昂六世 以涉政的方式在巴西建立了 葡萄牙、巴西、亞爾加為聯合王國 令到巴西由殖民地變成一個王國 在1821年9月 葡萄牙議會表決 廢除巴西王國的名銜 將所有位於里約熱內勞的皇室機關廢除 並宣布巴西各省直接受理斯本管轄 同時葡萄牙政府派遣軍隊到巴西駐兵 並將巴西的武裝力量置於葡軍的控制下 而加強對巴西的控制 1822年8月 葡萄牙議會決議 廢除佩德羅的涉政王職務 並組織討伐軍討伐巴西 到1822年9月 抵達聖保羅市的佩德羅 知道葡萄牙將要派出土佛軍後 便到附近的伊皮蘭加河脫下軍服上的葡萄牙徽章 拔劍宣誓、不獨立、無寧死 正式宣布巴西獨立 1822年10月12日 佩德羅宣布自己成為巴西皇帝佩德羅一世 並在12月1日加冕 建立了巴西帝國 並由約澤博尼法西奧德安德拉達出任帝國的首相 1870年代以後 廢奴主義的呼聲越來越大 1879年 主張廢奴的人士開展了廢奴運動 各省議員隨即開展了省議會 投票表決廢奴運動 1883年 廢奴聯盟成立 廢奴運動蔓延全國 第二年 65歲以上的奴隸得到解放 各省紛紛宣告廢除奴隸的宣言 1888年5月 身處歐洲的佩德羅二世 支援女兒伊莎貝拉公主簽署廢奴法令 到5月13日 議會表決 黃金法 宣告廢除奴隸制度 而巴西奴隸制終於在這個時候走向滅亡 但是 由廢奴運動後 共和派人士也希望能夠打倒帝政 實現共和 令共和主義的呼聲高漲 1887年 軍官德奧多羅達風塞卡組織 軍事俱樂部 開始策劃政變 到1889年11月15日 風塞卡和另一位軍官弗洛里亞諾阿勞霍佛 配兆托聯合共和派人士發動軍事政變 成功包圍內閣會議廳 搶奪政府控制權 風塞卡宣告廢除帝政 改行共和制 建立臨時政府 日本來支持帝政的農場 主和埋地主 也亦因為佩德羅二世支持廢奴制度而賭國 兩日後 佩德羅二世逃亡至法國 巴西帝國正式瓦解 多謝收聽 記住訂閱我們的頻道 好 好 請